这是说萌的秘密基地 是 好冷啊 这段时间 我不接了吗 听出来 文总 老板好 生意兴隆 老板好 生意兴隆 老板好 生意兴隆 文老板一来这小店扑闭生辉 您来之前原先都是喝白水 今儿突然升级了 我能多赚点 谢谢 谢谢 全都是 看起来 看新买单子一会儿 没有 我有点怀疑今天能不能聊 就跟着老板一块一块上节目 要不我走吧 老板挺散解人意 也挺开明的 别喝了 能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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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从来没跟老板在会儿聊天 是吗 今天第一次 这还好吧 我跟他们在一起没有说特别像老板的感觉 对 已经很像了 主要是年轻嘛 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 瞬间以为他长了个学校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指导 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 即被世纪犯规 全场犯规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 那我们俩 开始买单吗 老板是真真吗 当然是吧 那我们直接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哈哈哈 想喝啥 随便喝 没有就是小婷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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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没想教我 你需要扣工资啊 哈哈哈 我看出来拉姆有个流汗 我手都已经出汗了 一样啊 其他这个故事没有任何一个能 能这么做了 就是能来这么做节目 嗯 因为刚刚好 你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想也许让一个机会 带来队员过来 聊一聊更多的是 让大家轻松一下吧 再结会结束了 让大家多了解一下 我们贵州横空制成队 你觉得你说话的时候特别敬 可以叫英文名字 就相对还好点 叫什么 叫什么 Sadona 好长 哇 Sadona Sadona 挺好挺好 对啊叫Sadona就好 这个名字很好记 当时取的时候 是因为他跟那个上当了 主文的名字在一起 上当了 上当了 你知道吧 Sadona 对 Sadona 你说英文确实有点 好办了 好办了 第一次就是那个 Sadona当老板之后 第一次跟着沟通是什么时候 去年吧 去年吧 去年从人和租界回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东迅吧 东迅结束回到贵阳就是 俱乐部给我们就是一个像接风一样的吧 就是大家球队回来的一次那个应该是宴会上吧 第一次见 扎灯扎灯 就是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好像也就是鼓励球队的吧 具体的 具体记不清了 应该是就以鼓励球队的为主 具体记不清扣工夫吗 今天回去下半年工资都没了 不能聊 你知道吗 其实人和一直都是在那之前 就是大家相信贵州的时候 能相信的修队 那时候看过人和的球吗 看过 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人和跟那个恒大 他诸鞋杯的时候 我们主场 那时我还第一次去奥体诸鞋看比赛 奥体中心修 修鞋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去过 然后我前段时间不是发朋友圈吗 我们打恒大的时候 我们主要打恒大 当时我还把去年的照片 和记得这边拼在一起 就是这种区别感 我觉得特别圆了 其实隔了没几年 没有多少年 但身份完全不一样 看球的心态也不一样 从球迷然后变成一个 运作一支球队的老板 那个区别特别大 那么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 一直是警戒的状态 我也想靠一靠 他50一直在球队 好多年 12年吧 12年还是 12年 12月份 对 我都还在 你也还在执行 那年是因为 因为我们11年不是买壳 在进了那个中甲 进买中邦的壳 然后呢 但是那年又调急了 就说是像升降机一样 然后年底 东迅的时候在昆明吧 拉姆就过来了 那会是失讯的还是 我去失讯的 那会谁带的 刘志才 刘导 对 大连的一位教练 没想到第一下不是死在萨当娜手里 处处都是坑啊 处处都是坑啊 我正想说呢 还好你比我起 提前说 继续 当时第一次见到拉姆的时候 就感觉 哇 这么这么好 速度好快 脚下技术也很好 然后 他一来好像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就踢了一场练习赛 但是就是感觉就是 我们说就是不开窍 就是老师看着他就是 带着球就是一个人 就去和别人一条防线再打的那种 就特别像就是 现在美国的那种电影 就是英雄 个人英雄主义 确实厉害 一个人打一条街的那种 就觉得没见过就是这种 很能跑在满场飞奔 你在前面能看到他 后面也能看到他 防守的时候 你也能看到他的 就是两条线 我们说的两条线 不是说是两个边线和边线 是两条底线 太长了 来回回跑 就不带停的 就当时有点惊讶 就觉得他太能跑了 速度好快 而且脚下确实很好 就出了什么园的位置 他就跑过一张 他当时年轻 所以 第一次出来 然后 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珍惜一下 再说出来也不容易 自己是一个一名老师 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要去一趟 这个球队失讯一下 然后就基本上 一个多月 就是被选上了 然后就一直在 失讯一个多月呢 这么长时间 比赛多嘛 主要是看比赛 那会儿应该谁都不认识 嗯 对 可是他们 告诉我何群路有个家清镇餐厅嘛 新疆人开的 指了个吃饭的道 新疆人开的嘛 然后刚好那新疆人开的 对面就有些个住宿嘛 然后在那边住 出来就直接吃饭 这些就这么 也就一条路嘛 嗯 前后也就五百米吧 哈哈哈哈 好省心啊 出来不容易嘛 所以珍惜一下 然后 希望自己留下来 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自己直接回去的话 基本上就是 又开始当老师啊 这些之类 那会儿出来的时候也不年轻了 二十五六岁嘛 对 二十五岁 二十六岁才开始吃饭 对 现在二十六岁 已经是主力球员了 但是拉姆原来的故事 其实就是有报道啊什么的 看过 很理智 真挺理智的很理智 咱现在就走出来的球员就躲过了 新疆过来这边就好多了 现在条件很好啊 现在越来越多了 好了在国外都有什么新疆的孩子去那边训练啊 学习啊 对 最近不是很火的那个叫什么叶尔帆 叶尔帆 叶尔帆 他特别火 新疆中间感觉 就这些年出来吧 这些球员感觉也都慢慢质量很高了 就是说 你可能你看的是这一个球员 但是整个在新疆 其实有好多个这种类似这种球员 有很多 你现在回去之后你算名气很大了 没有没有 哪有了 绝对的 好 就去年我们冲操的那场在新疆嘛最后 然后他在 拉姆在新疆很有名气 就是他们新疆也是很喜欢能歌善舞的嘛 有个是叫西部歌王还是什么那个 那个大叔唱歌唱的确实很好 他有一场音乐会 就是他的票可能也就不到100张吧 然后就那一场 小型的歌会 小型的一个歌会 就是歌迷见面会这种 然后就完全就是赠送给拉姆 然后宴请我们全队去 因为来到新疆了嘛 来到拉姆的家乡了 想让感受一下新疆的那种愤怒 那不就已经是堂会了吗 那天拉姆还跳舞呢 真的真的真的 怎么叫拉姆呢 现在我也没明白这个词 我叫伊林哈木江 伊敏江嘛 然后他们觉得我这个名字太长了 前面就是 本身就是我们新疆人的名字在前面 现在后面嘛 跟汉子人不一样嘛 所以他们会叫我后面的名字 爸爸的名字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的名字在前面 我是伊林哈木江 然后他们说 这名字觉得太长了 然后就把伊利去掉哈木 本来前面是哈木的 哈木哈木就变成拉姆了 变成拉姆了 变成拉姆 我也觉得拉姆是一个小名呢 为什么 我想起买提上次来那回了 也是 我还想呢 我说 不如和买提江 他叫买提江也行 叫买提也行 已经是很随便了 拉姆是不叫他的名字也行 叫拉姆也行 音译上面对都行 已经不是我的名字 已经变成义名了 对 所以基本上也习惯了 我们队里现在新疆的孩子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 从T队到预备队再到主队 其实有几个孩子 比贵州人多 差不多 差不多 现在贵州人也 贵州的本土的球员 你真的加上预备队的 其实也有三四个 但一队就只有哪一个了 还有奖量 对 反正就是 其实当时我们整支球队就是 在青年联赛的时候 还可以 但是就是 确实就是在成长到 过渡到职业队的这个阶段 就是可能环境啊 各方面就是锻炼的那种价值啊 就是遇到的对手的价值不一样了 就是提高就不够快了 确实 确实那会儿其他队都挺强的 武汉89的应该也 武汉89是不是已经无胎 也还可以有什么 当时有周疗啊这些 武汉周疗也是我们那批的 现在建业那个门五眼 然后还有 武汉89还可以出来点 梅芳也是啊 还有什么柯超啊这些 都是我们那时候那批的 说柯超的时候 为什么是这个表居 我前段时间看那个新闻 说什么四大恶人 新四大恶人了已经是 都谁啊 现在是都谁 柯超 还有谁 蒋亮 蒋亮也算了 蒋亮是新的吗 今年 就这样说嘛 反正就看上去有时候看 我新闻就这样说什么四大恶人 后继有人吧就是 恶人这个称呼不像过去似的 上纲上线都那么厉害了 最早看那个山东那个小李明 那会儿他们踢球确实是挺恶人 不是恶人就是他确实是挺生猫的 那 真是呼呼的肥 去找梁宁那东李强 那都是那下角都是相当就是 相当洗礼 就是啥一啥都得跳的 蹦蹦蹦蹦蹦蹦那种 现在都还算好了都 他得自己碰气的最狠的 最恶的 最恶的 我感觉没 他没直接对到我的位置 可能 钟哨哨 钟哨哨 马上能想起的是谁 马上能想起 春季海 海哥 海哥确实挺狠的 范云龙犯规 可以去买大龙 我了我了我了 春季海 那次打很大吧我记得 被告连 就是在那个底线也不是说对人啊 连人带球确实很干净 就是我们说是 我们就是在看就是说是 这就是英国英伦风格 连人带球很干净 就全出去了 对就是他的看着那个动作就是 你把球破坏出去了 人的惯性是 你肯定也是就连人顺倒了 就是那种确实很干净 就是那个防守 就是说英伦风格 拉姆应该能碰人 对他可能碰得多 他的位置会经常遇到那种凶悍一点 对我以前就是 新来的时候吧 可能就是 我以为说你以前我凶悍 我新来的时候就是 自己带球比较多嘛 他们也会跟我说 范永东也会跟我说 艾拉姆你要带球 要少一点 不然会被踢 因为我 因为自己带球带球 突然之间就是 看不到人知道吗 然后自己 就是第一次开始出色 再往前带 然后就别人被铲啊 这些踢之类的 12年13年 这种事情特别多 然后我就踢我了 我就发脾气啊 跟别人啊 因为啥踢我啊之类之类的 有一次我基本上就是 反正我从12年1314吧 啊 黄红盘最多 我听过这个故事了 我听过这个故事 有的时候一个赛季大部分的比赛 他可能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提不上的 对 随便都是跟人急还是 啊就是要不就是跟人急 要不就跟裁判急 就是那种脾气嘛 我那时候脾气特别爆了真的 然后就是慢慢的得到教训以后 从15年吧 啊16年开始 他教训了好几年 哇哈哈 对 反正每年我都会缺少七八场比赛吧 提供多少场啊 也就一小组赛也就可能十几场二十场不到 对对对 加上决赛也就二十三四场 对啊 二十三四场停多少场 七八场 七八场 那时候三分之一的比赛都停嘛 嗯 所以工资应该去拿三分之二就得了 所以每次交量 要再有十个月就更好 每次我上场之前 教练会嘱咐我 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手气 不要跟拆翻几脚 把球踢好就行了 那几年最最夸张的时候就是 比赛一开始 只要一有冲突 都不管是谁冲突 先去找他 先找他在哪 找着拉住他 拉住他 先把他拉住 先把他拉住 一想事先把他抱住 先把他拉住 先把他拉住 他开那个冲突圈吧 和你没关系 你先走开 然后主要我在上场踢了掉黄法 然后教练就开始换人了 哈哈哈哈 把拉夫赶快换人 上半场都换了是吗 不是 中场休息 就是给我说 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给我说 下半场能不能踢 怎么了 如果你再吃一张黄法 我们就少猜一个人了 这么踢了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我上去就是 有时候就上去安安静静的踢球 有时候就突然之间上头了 我就跟裁判拿球 我这么 我一看赵建西 他们都起来了 然后我就好好了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我们恒风加入还很幸运 他只停了一场战 停场那场比赛太可惜了 不停都停到那个新疆 冲超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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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停了 新疆踢那场停赛了 最后都没打 等于回家乡踢球没打 回家乡 而且是冲超嘛 还是冲超的最后有最后一场 嗯 所以那是太可惜了 今年还好 我就出了一张黄法 比赛马上就结束了 已经控制的很好了 确实 这么多场 都一不拿球真才 哈哈哈哈 不容易了 哈哈 有句不有句不有句不有句 你看现在买题 天天跟队里还是黄爬 有一个教练 要不就跟队友顶 要不跟裁判顶 反正给谁跟谁顶 一场比赛 打三场停一场 巴黎还好玩 巴黎还来我们队试训过当时 试训过 什么时候 没留下来 就是在海本训练的时候 就是他去绿城之前 当时就是为了多少钱的工资 当时我们工资很低很低 大概就两千多三千块钱 他说好像要了一份三千还是四千块钱的工资 我们对手给不了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去绿城了 然后去绿城没多久 然后就好像进国家队了吧 就进去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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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反正确实挺好玩 他带我去网吧 在哪的时候带你去网吧 七公里 就是海港出来有一个大学的七公里 转盘的 七公里的大学 门口有很多网吧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没啥玩的 就是去网吧 然后巴黎有一天他就坐我旁边 我也在那打游戏 他说你还看我这个女朋友 我一看好漂亮 他说干嘛 我说干嘛他 他说当警察的 然后好像是这个 然后当时他还在视讯吗 我说新张女孩怎么这么漂亮 他说很漂亮的 但是不好相处 就和我这样说 然后后来没留下来 就去绿城了 他巴黎这个人 他就是很直接很开 他想说什么 想什么就说什么 他心里没有那种 他一点都不藏着 对不欢处 就是高兴就表示出来 不高兴也表示在脸上 对对对 是不是可能新疆球员 是不是就是性格和脾气上面 可能会比较 踢起来之后 直接一点 比较 可能就是场上把所有的事情忘掉 投入在这球里面 太专注了 太专注了 然后有些不公平的 太不公平的话 你就觉得说道理 可是你跟他说道理 没有 知道吗 他只要一吹 给你一张黄帆 要给你一张红帆 就下去了 所以我说就是 控制不了情绪 知道吗 幸亏还回了 回到一个正常的范畴 也是年龄大了 还是看年龄是很坏的 除了年头长了 在外面都是外地 都是外地就好很多 性格就能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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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他现在磨了太长时间了 他们你看中里中甲 深深降降那么多年 而且我都觉得这群队员 他们有一股劲儿 就是能够打到中超 而且能够保急 去年从中甲能保急 而且能够打进中超 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了 所以这群球员他们给我的感觉 是那种对这种联赛的渴望 对这种高水平竞技比赛的渴望 很强烈 对对对 然后又回到那个话题 奖金是很重要的 奖金是很重要的 现在做个小兵正中 其实奖金确实让人很幸福 很幸福 只不过是那场 就是打新疆那场比赛 我没踢 所以那场奖金我没说过 那没办法 拉姆错过了多少 那一场 拉姆错过了多少 那一场就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上一场 哪拳键发了是888 你觉得有整 对啊 好数 888 好像就在888的上面就浮动了 因为我们每一次联姻会增加 就浮动了一下 反正一千以内 但是在人和的时候有那么多吗 人和我觉得最多的一次 就是那年竹鞋背吧 竹鞋背 竹鞋背 那个应该圈里都知道吧 竹鞋 当时我记得当时那个情景 就是赛前准备会还没踢 就是我们先主场 然后还没踢 然后教练不至乱战术 然后好像老板就站出来 说了一句话 然后他说这场奖金5000万 当时我们蒙了 都蒙了 没听清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 然后就这种感觉 感觉就是头里面全是什么东西 这两次踢比赛 就感觉当时就想穿着装备 就在从这跑去上去 就有点这种感觉 不要拦我 就有点这种感觉 5000的话 如果一个主力大概能有 最后分多少 应该有 应该有这个主 应该有这个 200 具体是多少 我还真不知道 200应该能有 把这段抄送给正在冲抄的韩鹏和汪强 聊这么长时间了 咱也休息一下 中场休息 然后咱先玩个小游戏 之前你是体育教师对吧 体育老师 一般来说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数学特别差 就是说体育老师教的 对 所以我真的好奇 你老师知道数学到底好不好 咱就玩原先玩过的 可能要是看过节目的话 知道这个游戏 一只蛤蟆 我那是998表 就成发表 主要佳琪不在 你数学好吗 我这数学好多 我怎么玩啊 我还得数学好吗 我还神 你会背旧旧成发表吗 能背到一点 能背到一点 太棒了 要不先来一句成发表吧 2 1 2 4 5 20 3 8 哈哈哈哈 就是 哎呦 赢了 果然来上节目的姑娘 都死在这个游戏上 这个有点紧 再来一句再来一句 47 28 58 40 81 得了 86 48 97 63 84 32 46 24 64 24 哈哈哈 咱俩给我死了咱俩最长的一只 咱俩一只 咱们俩都非常有秀 这说明了苏菲老师教的好 这证明咱们这个游戏 咱们这个节目还是可以玩一些高难度的游戏的 好了 我们开始一只蛤蟆吧 那从哪开始说 从我的开始 老板在前面 少当拉鞋 两只蛤蟆两张嘴 四只哑妞八条腿 咱本来一开始这个游戏就是为了给体育老师证明的 这结果连三都没了 再来一集再来就不行这样 三只蛤蟆三张嘴 六张 不是 六张哑妞二个 越来越确定体育老师教的数学不可信 不是主要我对玩游戏对的不信 我们已经放弃节奏了 数学看来是不行了 那咱就问问题吧 正问反答就是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它是 你就回答相反的那个答案 蓝牧你是新疆人吗 不是 对 贵州菜和新疆菜 你觉得哪个更好吃 贵州菜 还是觉得新疆菜好吃 肯定 家乡的味道 跑步死是你的特点 你觉得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后天的 真是先天的 也是不加恋的那种 我觉得是先天 后天恋不重要 饮食结构 但我打算一点 其实拉姆想说的是后天的 其实拉姆想说后天 只是没反应过来 不是我就说后天的吗 要反着他吗 反着他 不是主要 不是就浅 如果是浅 如果是浅的话 我本来想说浅 浅都是练出来 我觉得我们刚才在那儿同声复合的 还就是先天的饮食结构 好丢人啊 好下一题啊 你觉得温小婷是不是美女 不是 这回反应对了 哈哈哈 我最想说是 哈哈哈 剩下的题是温范渊龙的 可老板坐在一块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 是 不是 也不是 哈哈哈 怎么说的 是也不是 不是 我应该叫是 还是不是 这是宅家流浪过 是也不是 那下一题啊 还跟老板有关 你觉得你老婆和温小婷谁更漂亮 好问题 好问题 这是你有史以来温州的最高水平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正问反答确实不能这样打 对啊 确实不能这样打 不能这样 这个这个问题我 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我 他是时尚人 我愿意喝 我愿意喝 时尚的选择喝 你这应该说都不漂亮不就啥了 多简单的事 学会了吗 啊 哈哈哈 对啊 好下一题啊 听说你女儿一到球场就哭 她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足球 是是 那为啥哭啊 对啊 为啥一到球场就哭啊 她怕我受伤 嗯 多大的女儿 一岁十个月 嗯 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的意思吗 有 有 就是我训练脸都回家的吧 平时会忙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睡觉 就十点钟 十点多我刚刚进房间 我的门没关 然后她就跑过来 她现在会走会跳会讲故事 她跑过来 就说说的话不是很那种流利吧 就说好好睡觉 好就走了 走了两步又回头 明天好好训练 嗯 给我把灯关了 她给我把灯关了 然后把门锁上了 走了 然后我就挺意外的 然后我一下子懵了 我就赶紧爬起来 我就出去看她在干嘛 她就悄悄地跑到奶奶那 她奶奶那 然后爷爷那 然后把灯都关了 把门都关了 然后她自己跑上去 看小猪配齐俊了 哇 然后我很意外 然后我然后有时候 我就会和家里就是说 我媳妇就会说 她说你知道你女儿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她看到你倒在地上在哭 我说我说为什么哭 她说她爸爸受伤了 我就觉得很很很暖心的那种 我说才一岁多 我觉得确实女儿真是小苗 我回去的时候 我得跟我闺女说 人家就比你大七个月 你看个人家 哈哈哈哈 好下一题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 贵州本土球员的领军人物 是 那你觉得是谁啊 现在来说汪松吧 他从之前的黎兵到汪松 然后到我们 其实贵州出了很多人 但是现在我觉得 以领军来说 毕竟还在踢球的就是汪松吧 但是从整个来说的话 黎兵啊 黎兵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 不管是从职业生涯 还是现在的就是做教练 做管理者也好 都应该算是 他们才算是 贵州足球的领军吧 汪松退役之后呢 汪松退役之后呢 汪松退役之后 那就是你 在你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 对 估计像谢鹏飞啊 义腾啊这些 他们都应该很有机会 对 就是真正 你们可能看到 有在顶级联赛 参加比赛的机会的 可能人不多 但是有很多优秀的孩子 他流落在各个的 顶级和二级联赛都会有 收回来吗 我自己很希望的是 我们的贵州球队 会有更多优秀的 贵州球员在里面 但是呢 我更加尊重的是 到底我整支球队 他的一个战术体系 是什么样的 需要什么样的 类型的球员 而不是需要什么 就是籍贯的球员 OK 籍贯可能会是我的 第二或第三选项 更多是在于 教练他需不需要 这样类型的球员 其实对 那会儿福利就是嘛 就是福利想跟恒达竞争 不就是希望说 能够把更多的 广东级的球员收回来 其实没有错 但是首先是在于 你已经有一个 很好的班子了 你才可以去想 第二件事情 完成你的情怀 您东西都吃不饱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到 人家穿多漂亮的衣服 好多年没挺到 这种理念 真好多年没挺 一般俱乐部 很少有会说出 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考虑到 是不是主教练 对球队的这个权威性 和对球队控制的问题 其实这挺重要的 清训到T队 再到预备队 就二队 再到一队的 它的整个竞技流程 是很完善的 然后你才可以讲 它能不能有 纯真的血脉啊这些 但是你连你主队 都没有办法保证 它有个很好的战术 统一的思想和体系的话 你就去追求 你一定要做到本土化 你很难做到 萨唐娜 你有觉得你比上次来的时候 更敢聊足球吗 有吗 可能 不是说敢吧 可能说是 因为经历的时间 也越来越多了嘛 足球变成 已经是自己的主要工作了 也是自己生活的一大部分 所以在聊的时候 会有一些自己可能 这段时间经验累积的 一些想法 抒发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但不一定说是权威的 但只是我 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我有这样的一些思路 你也憋坏了 你又不给我机会跟你聊 真的 不是好多 好多理念性的东西 要不说出去 你确实就难受我了 冬奥光现在 成绩又好 今年这个神机 打到这个位置 我相信 球员他们本身 可能都没有预计 打会是这样的一个排位 主要是 提前8轮保际 这是谁都没想到 我是算这个 提前8轮保际 挺难的开场 开年多的 开局不好 开局不好 当时 我都觉得很难 我都觉得很难 起7轮了才拿63 那在哪个关节点 是说能打出自信 还是就是 从曼萨波来了以后 他应该从接手 就给我们第一个 我觉得对队员的要求就是 重建我们的自信 重建在场上的自信 他很强调的 从一开始就要求我们 希望让大家 让我们那支球队 在中操这个 16支球队的这个大家庭里面 能够得到这些队伍的认可 他说你需要做到的是 让别人认可 然后当我们慢慢成绩好一点以后 他说你要知道 你们已经获得了认可 你们可以得到更高的 就是一些 就是达到更高的高度吧 就是我觉得他对 所以首先对我们自信心的球员 重建自信心方面 很 确实做得很不错 我们喜欢说 就是曼萨洛是喜欢看图说话吧 看图说话就是 反正有 他开会不多 但是就开会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给你 先给你画个谜底就在那 就画个图先放在那 就不说 让你先先告诉你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你们想想 让他就先说他正事去了 就把比如说训练安排什么 那些说完了以后 让他再回个头来和你说这个图 你们猜到是什么意思了 就会给你做这些就是那种 我觉得像是心理暗示吧 都挂过什么图 租上打上岗 就因为说是那个 他说在美国就是和印第安人爆发战争的时候 就是印第安人人很多 但是就是美国人他们看似人很少 但是是一个圆圈嘛 就是但是很很团结 就是印第安人是一个一个的上来的 就是他们只会用那种冷兵器那些 然后上来一个打死一个 他就以这个来暗示就是 暗示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做到 就是一个整体就是联动性的话 就是对于就是在上岗这场比赛 不管像浩克多强的那种单 单对单的能力吧 我们都是有机会能够就是拿下比赛 就是把它就是限制的很好的 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 心理学教授吧 他是心理学教授 对啊 但是找他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对 除了本身的内容之外 他有讲这个故事的方式 你再开始埋个伏笔 无论如何你也会很在意这个事 对 但就一直不说 但一直不说 就因为不说 你才会一直在意这个事 对 因为一直在意的时间长了 正常的该讲讲完了之后 才会记住这个事 像追求一个女孩 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把这个 这个心情比较有纪念 对 拉姆还是单身的 还是单身的 对啊 不是现在有球吗 跟球在一起吗 离开家乡吗 然后 如果是在谈恋爱的话 基本上两个人见面也很少 就是每次就是公众电话呀 然后就是每次他的就是生日或者是 什么聚餐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 你说的这么具体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当然没有了 那你说的那么具体 因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没有 后来分的 嗯 现在基本上就是考虑自己的这个足球吧 就是先踢足球 然后再考虑一些以后的事情 赵群瑞来那些 赵群瑞是单身 然后是佳琪在这儿嘛 然后那个 说凑一凑 就凑一凑 直接就是带着这些 全家不是有家属聚餐吗 家属聚餐就得了 赵群瑞过来之后 谁翻课 翻课 你也单身的是吗 是 这行吗 他敢吗 糊涂有点重 这个问题是有学问的 问的是敢不敢 先把态度表出来 才真的 不敢 哈哈哈 换的是其他人也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哪怕不是我的对方 问我 问我 但 但会不会因为这个身份直接隔绝了很多 恋爱的可能性 他也没想在圈里走 主要是明明那么优秀的人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还真的没有太 我可以 你跟老不要脸 因为你没有办法说去锁定 就像你要去买 买那个美团一样的 你要筛选项 就是说 我要选择什么 然后他就会有很多的东西 就会很多选择的页面给你了 感情我觉得没有办法进行筛选的 就是他要出现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 而且这个人可能是你真的意想不到的 对吧 你可 哈哈哈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完完全全 不管是不是炫了 哈哈哈 实在聊回去都聊出哈了 哈哈哈 怎么着 刚才一拔了我手 哎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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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脸红了 这个不容易 好久好久没有公开聊过感情问题了 这个不容易 工作耽误谈恋爱 如果现在能谈恋 一定会 一定会 跟拉姆讲的些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谈恋爱是需要两个人相处的嘛 对吧 就是我至少有时间两个人一起 哪怕吃个饭 看个电影的时间 这要有吧 因为感情不可能真的就是凭空了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嗯 然后拼着这个喜欢就 一直长时间的 没有身体接触的恋爱 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式的恋爱 我相信那现在社会很难遇到 现在这个 起分段式的标题的所有权不在我们这儿 到时候就是 温小婷 没有身体接触的恋爱 不能叫做恋爱 可能就会变成这么一段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错啊 对啊 但是 你告诉我 你哪段恋爱是没有身体接触的恋爱 柏拉图 如果你能回答到这个问题的话 在柏拉图那年 对啊 对啊 这 你有吗 哈哈哈 你怎么发问我 那么就是没开始就结束了 哈哈哈 刚刚准备发微信发现被人杀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前两天这算是个题外话 嗯 我给家月发东西的时候 发现家月把我给杀了 说 哈哈哈 我们这儿一个姑娘 啊 公司一个姑娘 然后 后来我就懵了 我在想 我做错了什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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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姑娘我也没什么非分之想 没什么要把我笑 他最记恨你就是这一点 哈哈哈 你怎么对我没有非分之想 原来是在这儿 想着我这辈子不敢把我爸想 他会他会在俱乐部的事上给你压力 首先我跟我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把我当做 就在工作上不要把我当你女儿 嗯 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的经理人 嗯 就是我做的不好的 你就一定要说我该罚的就一定要罚 嗯 你觉得我做不好你把我开除 我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只有你只有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对我 嗯 我才可以有这样的状态去对我下面的管理层 但是我你不可以就是想到一出的做一出 我我很不喜欢那样的工作态度和环境 然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父亲对女儿嘛 就会哎 女儿我想了一件事 你赶紧过来跟我开会 经常晚上十一二点 我就去就去跟他开会这样 后面我就跟他说 我说爸爸 我这些东西你要明白的就是 我做每样东西 我是有我自己的做事的标准的 嗯 我说我希望就是你每一次 你是告诉我一个大方向 就今天我们要打那个碉堡 就要把那个碉堡给它灭了 这个就是目标 那战略的整个思路 你去想 你去跟你下面的兵 跟你的将军去聊 OK 你可以中途跟我说 我可以给你加一些弹药干嘛干嘛 但目标不要变 是不是现在在家的话题全是工作 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我父亲也很忙 然后我现在也在做的 管管的是他目前投资板块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板块了 因为你知道中国足球本来耗制也比较大嘛 所以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 说是更多坐下来给爸爸撒撒叫啊 聊聊天啊 然后包括马上的那个十一要到了嘛 嗯 本来他是要出去去香港那边去休息两天的 嗯 然后本来叫上我的 我本来都觉得可以去 给跟他好好的父女之间过一个那个小的假期 然后又突然这边接到10月2号 伦敦那边有个足球峰会 我马上要飞过去 然后就基本上一直交到年前都不会有时间 有一首歌就长大我将成为你嘛 其实这首歌很很很很很久的 在小的时候你应该会听到 然后这首歌当时慢慢的就会发现 真的是其实孩子长大的过程 就是在慢慢的变成父亲或母亲的那个样子 三刚那在谈感情和谈工作的时候 完全不是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谈工作的时候更投入 你就说我感情的时候不投入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你产生了一些悲悯的感情 发红包就好 好 一会儿我拉个群 有 有 这是别扣公司啊 那个 有什么是比如说趁着今天能跟萨当娜说的 给她提出一点建议的 我看那边你说吧 没没没没 其实我觉得我们俱乐部我觉得挺好的这一点就是 包括萨当娜 萨当娜就是对俱乐部吧 就是这种管理就是方式吧 我觉得挺赞赏的 就是之前也只听说过就是在恒大吧 就是你不可能和老板有什么联系方式 有事情行 你给你领队说 给主教练说 别想着越急来反应啊 在我们俱乐部从来没有这样 就是我们都 我们作为队员我觉得这样 在工作的时候你也很放得开吧 就是我就工作我踢好我的球 俱乐部需要的是你就踢好球 就把就是球队成绩带上带越来越好 然后是保证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 我觉得这样挺单纯的 不是让提意见 这段卡的变多 哈哈哈 好了现在可以提意见了 可以提意见了 现在可以提 意见我觉得没什么提 没有什么提的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哈哈哈 说了多少遍了 其实拉姆不年轻了 就是我最开始你知道那个 俱乐部老管教小新疆 小新疆开玩笑 我一直以为小新疆 小新疆的年龄肯定小啊 哈哈哈 87的 是87了 86的 86的 有些人在贵州也是这么叫我 小新疆小新疆 我也不可能让他们不要这么叫我 其实不喜欢吧 其实不喜欢这么叫嘛 就是 你本身就有自己的名字嘛 我也没让他们叫我 伊林哈姆江这样的 反正都在叫 都已经砍了 都已经不是自己名了 拉姆姆 这样叫的话 小新疆小新疆叫的话 自己觉得 哎 你为他这么叫啊 我不是小新疆 可是我也不能这么说 然后他们只是 只是喜欢我才这么叫我 所以我就 哎 行吧叫吧 我反正也没事 是吗 所以我就 自然而然就习惯了 怎么尊重人 嗯 你想想就像我们出去别人叫你小贵州一样的感觉 嗯 你想想很难过 就像你到国外别人叫你小中国 嗯 你会觉得你把我地域醒了 得给他出个T恤就叫我叫拉姆 或者请叫拉姆 你应该给他弄我一下 对对对对 谁喊了吧 然后底下的小字是全名 如果方便的话 也请你记住这个名字 哈哈哈哈 不惜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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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关注我一下 因为拉姆 就是他的那个成长的过程 我真是觉得挺励志 就是从上完大学 然后回家又两年吧 是待了两年吗 一年半 就是一年半左右当体育老师小学 那时候在小学的时候特别愉快 跟小孩呀 然后跟老师们一起啊 聊聊啊这些之类的 特别愉快吧 所以他们也不想让我走 可是走的时候他们会祝福我啊 希望你选上啊这些之类的 那会儿你教的孩子现在都多大了 上初三左右 初三都快高中了 高中 还有现在还踢球的吗 有踢球的 有可能以后教的学生就是 回来的国家 这感觉挺过瘾的 我觉得他的气场跟你们俱乐部特别和 尤其是这个从去年到今年的那个过程 包括范琼龙也是 就是经历过好多个俱乐部 然后说在现在也不年轻了 就是又感觉又从头再走一段 其实我们队里面的孩子出来 个人感觉都很温和 就是很 个人感觉很nice 很舒服很柔 对 好不然去年纪大的杜威也是个很温和的人 这真的很温和 对吧 我真的觉得我们队里面每一个队员 给我感觉都很温和 对对对对 反正我也是感觉今年的那个状态 好像是在慢慢的往上走 去年回来就是和球队一块就是经历了就是从超 然后在今年中超这个平台上也踢的也比较多吧 除开伤病都基本上都踢了 然后感觉就是一点一点就是 不管从心理上还是就是这种比赛感觉上就是 在慢慢的跟着球队一样的属于是一个属于上升的一个状态吧 看你身上还还带着绷带啊 对 我今年今年伤病有点多就是 确实就是 伤病恢复 像刚才说的就是提起来 确实我就可能正好 煞灯了在这 可能在伤病上就是这种康复的这种就是恢复的条件上的话 可能更好一点 包括就是就是能够给我们更充分一点的话 对球员对球队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吧就是 受伤的球员他一定不能够是正常的训练的方式去训练 对 对要有专业的康复训练师 对 对然后 而且必须要有很好的就是说的一个医疗条件 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也在慢慢的改善 包括今年 你能看到我们有从西班牙 起来西班牙的医疗顾问 包括康复师 慢慢都在增强俱乐部的我们说的后勤医疗这一块的团队 是不是这样 对但是这个他提的意见很重要 对 那个邓仑翔来的是好说的 之前有那个脚踝是脚踝伤吧 就是那个可能有个小碎骨头就卡在那关键枪里面了 但就那么一直磨一直踢 一直磨一直踢一直磨 因为中国球员特别能有 特别能扛 特别能扛 但这并不好 对 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吗 忍着 为了 一直品质在哪里 对 为了运动精神 但是这个是 是啊 但是这个不能说不对 只能说要以长远的去考虑的 意识品质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骨头都卡在关键枪里了 到最后全把自己磨废了 对啊 所以邓仑翔这个球员真的不错的 还是因为伤病耽误了很多 我觉得也是时候该改变点 来 哎 这都不用说是谁了 我们是帮他加是吧 对对对 那就行 我帮他加 哈哈哈 我帮他拆起来 哇哈哈 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礼貌 对 贵州人知道贵州人是个口味是吧 口味给我做 拉姆肯定不会客气 紫言我已经加了 你看吧 真的是不客气 拉姆不会 哈哈哈 哈哈哈 太熟了 哈哈哈 你不是特别熟的辣的吗 哈哈哈 就是直接封我腿凉下去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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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底料 怎么样 成都的底料 成都的底料 那小店呢马上也打烊了啊 欢迎各位常来 那最后呢咱们还是喊出中超兔口秀的口号 你应该知道 对你应该知道 杨浩的厂子 对啊 杨浩的厂子跑的时候是什么样 哦 跑跑的时候是什么样 哈哈哈哈 中超兔口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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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那麻烦帆云来买下单 咱们感谢各位啊 这个常来常来 谢谢 7杯维他柠檬茶 是70 然后4杯苏打水 32 一共是102 咱就100就好 行行啊 有这么多吗 喝了这么多啊 对啊 不过你确实调出了成都的味道 欢迎常来啊 欢迎常来 肯定常来 我下一次来我要看别人喝 9 3 5 3 5 6 5 5 7 6 1 5 7 5 6 5 6 7 7 5 7 8 8 大石 抓 Par 三貫 三貫 四貫 四貫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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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放过去吧 替我们开起房子 我慢点行 哈哈 哈哈 绝 绝了 啊 哎 哎 哈哈 好 好 老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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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